然后我写一个for 然后后边写的if就相当于是我 这个for循环里面所包含的if了 是不是 然后我在if后边又放了一个for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相当在if里面 是不是又迁套了一个for了 其实在这没写一个什么 就相当你往后边 每for后边多一个条件 再多一个东西 再多一个东西 其实它都是层次关系 大家看for里面迁套if if里面迁套for 而for里面是不是又迁套衣服了 对吧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这样来去包含的 好 那对于刚才这个的话 大家看 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了 对吧 它简单在哪块呢 它在这儿涉及到一些条件了吗 没有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 只要从里面 是不是取出来就OK了 那我在这儿又得到了一个谁 叫new list 等于从哪列表推导式 列表推导式 就是我只要拿列表推导式 我得到肯定还是一个列表了 所以叫列表推导式 经过这个过程 我得到的是不是还是一个列表 说白了 好 那于是我们在哪 在这块 然后呢 给它去加 加谁呢 然后我先fo 我先不写前面的 大家来去看啊 fo 然后呢 你每便利一下 是不是就拿到一个元素 然后哪个元素呢 在这一块 大家说这一块的i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了 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双层列表 而刚才大家又分析 三六九五是 是不是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了 而列表 这个i就是这个列表 所以我接下来往这写 i方括号几就行 啊 负一或者二就行 是吧 然后因为是最后一个 你给它加负一 OK了 是不是啊 然后所以在这的话呢 你看每便利一次i 我在这没有加条件 没有加条件行不行 可以啊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只要知道 这个i 是不是就是我每次取出来的 这一个列表元素了 而前面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接下来要往新的列表里面放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给出来的语法里面 是不是就是可以是这样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 我们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带条件的 大于三的 然后怎么样 然后能背三或者背五整除的怎么样 然后是偶数怎么样 是基数怎么样 但是我我现在给大家的这个里面是不是没有给出来什么呀 没有给出来条件 对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在这 如果我要是没有给出来条件 而我一分析 在列表里面的这个是不是拿的都是最后一个元素了 对吧 那我接下来的话是不是知道i是谁 i就是里面的这个列表 那于是我是不是就直接取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 作为我新列表的元素就OK了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是带这个循环的 还是不是带这个循环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都要能够去明白去 然后明白哪一点在这块 我给大家粘过来 然后强调一下 我们就看后边那块啊 然后呢我把两个两种场景的都给大家拿过来 其实还有第三种场景啊 好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种就是两种类型的列表推导式了 上边这种列表推导式 是不是就是直接不带条件的了 这个有条件吗 没有 大家看他是不是就直接推导的 对吧 他没有结合衣服条件来去写 他是没有谁的条件的 而后边的这个列表推导式 他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携带了衣服条件了 所以他在这就携带了一个谁啊 衣服条件 然后出现在这块了 那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那你在这块的话呢 就是直接取就OK了 而且大家首先你要能够明白 我此时的这个I是什么 对吧 此时的这个I是啥 此时的这个I是不是就是你的 是不是列表的这一个元素了相当于 就是他 就是这个列表 然后每便利一下 他是不是就接着去取一个列表了 整个这个列表的整体了 而我现在的话呢 是不是想得到的结果 就是列表里面最后一个元素 而我们又知道 这一块所放的这个元素 是不是就是组成新列表的那个元素了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就根据他 是不是来往你的新列表里面放就OK了 好了那下边这块也是如此 下边如果我要有条件怎么办呢 做完条件 是不是再将你符合条件的I 是不是往里面放了 所以他是每便利一下 然后进一下条件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如果带条件 他就相当于在forI 谁呀在这儿 然后1逗号101 然后里面是不是迁套了一层什么呀 一层条件了 所以你只要后边有条件 就相当在一层里面 是不是迁套的这个条件部分了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就直接来对他进行操作了 我就写这个了 后边这一块就直接pass一下 那也就是说只要有条件 就相当在一层里面迁套了一个 在for里面迁套了一个一层 而如果没有条件 他就相当于什么呢 forI in谁呀在这儿 liste 而我在这儿是不是没取一个元素 就往那个新list里面点 谁呀在这儿 open的 而你open的是谁 i方括号里面的-1 是不是就相当于直接往里放了 根本都压根没有签套了 好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情况 还带else ifelse 如果怎样 否则怎样 是不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可能会带else的这种情况了 那带else的这种推导式 我们应该怎么来去做呢 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 然后来去看一下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呢 有一堆人的薪资来看到这儿 我现在有一个dict1 而我现在在这一块的话呢 保存 保存的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了 相当于 然后呢在这一块的话呢 而字典里面的话呢 在这儿有一个字典1 我还有一个字典2 然后我还可能有一个dict3 然后呢 总之我现在就是多个字典 而我现在也有一个list1 而我list1里面放的是字典1 然后字典2 然后叫字典3 大家我现在这么来去放 大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字典1是不是就是这个变量名 跟我直接在列表里面放一个字典2 字典2个字典3个字典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就给字典是不是起了一个变量名 是不是往这放了 跟你直接往里面放一个2个3个字典是一样的 好 那我字典里放谁呢 在这儿放人名 然后我在这块放他的一个人名 然后人名是谁呢 我们在这儿就给他加上 比如说叫tom是人名 而下边在这儿来一个sari sari就是他的薪资 对吧 薪资的话比如说来个5000 是不是就是他的薪资了 好那我在这一块的话呢 又来了一个 好那在这儿再来 然后再来 而我在这儿是不是就给他换名了 然后他的薪资是多少呢 比如说是8000假设说 然后他的薪资是谁呢 在这儿叫jack 然后呢比如说在这儿的话呢 再来去给他加一个叫4500 可以再来一个字典去 然后去说明问题 在这儿再来一个 这一块的话也给他换一个人名去 在这儿比如说叫lily 是吧 而他的薪资的话是多少呢 在这儿3000 好了那于是我们现在在这儿的话呢 是不是总共是四个字典 是吧 四个字典就现在我列表里面是包含四个谁的 是不是字典的 我现在说我有一个这种条件 说如果他的薪资是大于5000了 然后呢我现在的话就是如果他的这个薪资 三 然后叫大于5000 然后我就给他涨工资 但是如果你要大于5000的话 我就给你加工资 加多少呢 在这儿加200 如果你是低于多少啊 低于低 不是等于啊 叫低于 低于5000呢 然后呢我就给你加500 是吧 好了那在这儿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判断 如果你薪资大于5000 我怎么办 否则我怎么办 是不是就if else了 那只要你大于5000 我就给你加200 然后低于5000 我现在是不是就给你加500 多给一点啊 好那在这儿的话可以在这儿来一个是什么低于等于5000的吧 啊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等于5000的这个值了 好那我在这儿用列表推导式 然后怎么得到这个推导之后 是不是得到的新列表都是加完工资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是我推导的那个新列表是不是都已经对公司进行加完之后的了 是不是就相对通过列表推导式把我这个四个人 一个列表是不是就是一个人了啊 把这四个人然后工资都统一加了啊 该加200的加200该加500的是不是给他加500了啊 啊那怎么来去写去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得到的新列表了啊 啊列表推导式上啊 啊好那我在这块如果我的条件是if else 对吧 那我在这块怎么来去操作呢 首先先写for 如果你要不不明白的话先for去 for 然后for一下是不是就是一个person 就是一个一个人了相当于啊 啊然后我们就拿谁person来去代替 就是我只要便利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人或者就是一个员工也行 e r p l o y e 就是一个雇员了啊 啊印谁啊在这儿 是不是就是你的list list 是不是叫list1这个列表 那我每便利一下大家说拿到的这个employee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了 大家看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了 for in 印的话就是便利 每便利一下你的这个employee 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一个字典 而一个字典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信息了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是不是写判断了 而这个判断是既有if又有else 那我的if还能往这写吗 不是了你的if往哪写啊 往后边这块写了 如果有else往后边写啊 然后呢那怎么来去写if 叫employee 然后大家这样employee是不是就是一个谁了 字典 字典要想取它里面的薪资 是不是就saly 是不是就根据件 是不是就能够拿到它的值了 然后判断它的值是不是大于5000的 对吧 如果大于5000则执行前面的这个部分了 前面这块的话就是大于5000去执行的 那执行的是什么 那执行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薪资干嘛呀 在这一块 是不是在这的话呢 就是薪资是 然后加几的在这一块 是不是在这的话呢 就是它的薪资是 加加两 大于5000我们是加几百啊 加200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在这的话呢 就这么写叫employee 然后方括号引号 然后叫saly是不是sorry了 加多少啊 200不是500 是不是叫200了 好 然后只要你这么来去写 然后这是不是报错的 因为本身衣服是不是应该往哪放的 是往后边放的 但是呢 我现在在这儿是有else的 else你要做的是什么 那else是不是就是小于等于5000的那支了 然后我在这个后边这么来去给它写 然后是500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这儿 这个是衣服条件 衣服条件符合的做前面的 不符合的 是不是做后边这块了 解决说我else后边这一块的 是不是就是else里面的语句了 好了 那我接下来在这一块 能不能去改变我当前的那个原字点的值 大家看它在这块得到的是什么 它是不是没有去改变我原字点的这个值 你看一下我现在得到的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叫new谁了 是不是叫new list 好了 那于是我在这儿 然后给它去干嘛一下 说便利一下 大家看它是不是把这个四个人的 是不是工资给你放到这个列表来了 是吧 然后但是它是不是没有在你原列表上 是不是做更改了 因为我望这一块放的是取出来的钱 是不是加完之后 它放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值 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看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值了 然后所以你在这儿看到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数值 因为你employed salary 然后取出来就是5000 然后加完200之后 是不是就是5200了 对吧 然后5000的话应该是加500 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变成5500了 5500它是数值 而我现在在这儿 是不是操作的是把数加完之后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组成新的列表了 所以你的新的列表是谁 是不是就是这个 就是多少钱 是不是 就是这个钱加完之后的这个薪资 是不是构成的这个新列表了 好了 那因此它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来去做的 它改变我的字典了吗 没有 它现在是不是只是把这些钱 是不是放到这个列表里了 好了 那于是我们在这一块 把这个结构先给大家来去说一下 好 对于这个结构来去说的话 你要能够把它看成一个什么呢 整体在这块 我给你画细点这个 这个 然后谁是一个整体 一直到这儿 哎呦 它换行了 是不是整个这块就是一个整体的 整体的话 这儿是谁 往这儿给大家来去写 这一块是不是就是你的条件部分了 对吧 这儿是你的一个义附条件 如果我的这个义附谁呢 在这儿 条件成立的话 则执行前面的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就看条件成立不成立 成立就是你的条件为处的时候 如果我的条件不成立 不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进到ELS了 进到ELS 是不是就执行ELS里面的这个语句了 而大家又要能够看清楚 现在它是把什么扔到列表里了 是不是把这个整体 然后扔到列表 而这个整体是不是就取薪资 加完之后 加完之后 它是不是就是数值了 所以我得到的这个谁啊 新列表 所以我得到的这个new谁啊 list 它是不是就是由钱组成的那些列表了 我现在在这儿是5000 所以得到的是5500 后边的话呢 我的这个值是8000 8000是不是就变成8200了 因为它是干嘛的 因为它是不是就是大于 然后这个值的了 然后下边是4500 4500之后是不是就变成5000了 然后后边是3000 3000是不是就变成3500了 是不是我最终得到 是不是就是一个这种列表了 它在我圆上面做更改了吗 没有 是不是 然后如果说要在圆上面做更改 能更改吗 大家说如果要是把这个结果 是不是给它更改在圆的上面 你觉得能更改吗 你现在是不是就把加完的这个值 是不是给它操作在你的这个雇员 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来做更改了 因为implee 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字典了 相当于 是不是 然后那现在的话 我能够在这一个上面 然后做更改吗 大家来去看一下行不行 哥我们如果要是让你自己写动作的话 就是自己来去写 不拿列表生成式来去写的话 你该怎么来去写 对吧 大家自己现在先来去看一下 如果让你自己来去写 自己来去写 是不是就是不用列表生成式 然后说让你拿正常的一个代码来去写 你怎么能够把我的这个里面的值 是不是进行更新了 你看一下 然后怎么来去更新去 考虑一下去 啊 但是